讓人家覺得我很棒 然後積極贏的要爭取別人的信任 可是同時自己常常說謊話 深怕別人不相信 然後好讓我的謊言可以不被打擾 好讓我可以控制局面 好讓生活可以保持我想要的方式在運作 好讓我的身體感到舒適 神經感到刺激 而且我還被定義是一個成功人士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這叫自私 你明白嗎 這叫自私 一個自私的人關注自我嗎 其實他不關注自我 因為他的情況一團糟 你懂嗎 他並不真的關注自我 你知道嗎 自我作為一個命題他並不擔心說 其實我現在的情況越來越不好 他反而是一個最不重視自我的人 然後把自己沉迷在各式各樣對自我有害的人生裡面 他要舒適 他要肯定 他要控制 一個自我覺察的人生 關注自我的人會像什麼樣子 首先他會謙悲下來 他會開始想說 欸 我在幹什麼 我做的事情有意義嗎 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嗎 我有沒有漏掉什麼 可不可以問一個人 讓他教教我該怎麼辦 哎呦 我很多不足 我要成長 欸 這個人講話講的很有意思 我沒聽過 我想要多學習 然後我開始去尋找我人生的使命感 我不要只為著我個人的滿足活著 我要尋找一個比我自己的存在更大的事情 大家都遇到爭議的時候 我不要老是都沒立場 大家講什麼我都好 我希望我把問題想透徹了 有一天我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情 一件美麗的事情 一件有愛心的事情 善無我的立場做中流鼎柱 我要有使命感 那為了要達成我人生的使命感 我開始尋找信仰 信仰是什麼 就是比我個人存在更偉大的東西 然後我在信仰底下 我會定義理想 理想是什麼 我願意付出我自己去實踐的東西 然後為了理想 我去規劃每個階段的夢想 夢想是什麼 就是驅動我早上起來 的那個東西 然後為了信仰 為了理想 為了夢想 因為我有使命感 所以我謙卑下來 尋求改變 我發現我本來不愛講話的 我要學習什麼 然後就跟人家溝通 我本來很膽小的 我要學學交朋友 我本來很愚笨的 我要多做算數的練習 我要變聰明一點 我要被改變 為了讓我的自我可以成長 被改變的各種必要的崇禁 我願意付上代價去做 這個叫做什麼 叫自我覺察 叫做self awareness 他非常關注自我 以至於他成為真正偉大的人 另外剛剛前面是自私的人 你過了幾年看 他還是那個樣子 It's not going to change a little bit 對 那麼我們有時候以為 關注自我就是很自私 是一個迷思 上一代的人都關注大我 要犧牲小我對不對 成全大我 你知道年輕人怎麼看待這些長輩們的思維嗎 年輕人說其實他們只是把他們的自私 藏在他們的大我裡面而已 其實他要的就是權力 就是錢 就是個人的成就 名聲融入 可是用很宏觀的知會 用主義 用思想 用信仰 用宗教 去動員了一大群人之後 成全個人的私利 那種大我有什麼好追求 你知道 所以年輕人搞哲學叫結構嘛 認為權力都是 語言 政治的語言 宗教的語言 都是權力的遊戲 用來牢籠別人 欺負軟弱 沒有思維的人 等一旦有了哲學思維 一旦被批判 就不再受到這些 這些agenda 去牢籠 這個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這世界上有很多虛假的東西 宗教裡面有很多虛假的東西 人們變成師父 變成Seafood Seafood Seafood就是海鮮對不對 不是 就是宗教的導師叫Seafood 就是師父 他們都可以帶起票員 非常的有影響力 但是我們明白說 我不要分錯一個 一個盲目的大我 然後掉進別人自私的 agenda裡面 那下一代的自我 下一代關心自我 我是不是很自私 我也要為80、90的 來平反一下 像台灣的話 80、90的 好像叫 六年幾生 七年幾生 八年幾生 中國叫做 80後 90後 中間都是少子化 台灣是少子化 大陸是 獨生代理 獨生代理 獨生代理自我 是很重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關注自己 是一個責任 是很辛苦的事情 請你們大人也幫幫忙 體恤一下我們年輕人 因為以前一個家裡面 生十二個小孩有沒有 然後呢 那小孩在田裡面抓田雞 在田裡面不穿鞋 也沒有襪子 過年來換一套衣服 在田裡面跑 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蹦出一個人到美國 變成博士了有沒有 對不對 而且覺得 哇 那個博士 從田裡面長起來了 對不對 好 現在不是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家庭 家家戶戶 都覺得自己的孩子 要做博士有沒有 請問年輕人的 壓力有沒有很大 你還怪他們草莓組 他們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還沒有成就 就已經被期待要很高的成就 他並沒有一個 慢慢去探索自己 到底要走到多遠的一個自由 對不對 那麼以前的話 一個家庭看十二小孩 現在的話十二個人看一個小孩 對不對 那變成說 中國的六零七零那一代的父母親 經濟繁榮了脫貧了 人生毫無目標意義 然後在一種非常疏離 很沒有信任的社會裡面 尋找安全感在哪裡 家裡 自己的丈夫可以信任也不行 就 安全感都建立在誰身上 孩子 所有的期待都在孩子身上 哇那孩子很累 因為中國人說是 百分之六十九是五神論 他不是真的五神論 是很有信仰的一種 一種宗教 他是沒有信仰 他是 他不是Atheist 他是Religionist 明白 沒有宗教信仰很恐怖的一種東西 所以 中國新起來的宗教很積極 他們實際上的宗教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五神論 是誰你知道嗎 是他們80後90後的獨生子女 就是他們的耶穌 那些孩子們從小到大 有一個重要的使命 就是我要過得好 好讓我的父母親覺得他們人生活得有意義 你知道嗎 這很累 這很累 就等於是獨生帶悲起了整個龐大中國社會的十字架 要讓整個社會天天這樣勞碌 有意義 是不是 你想想年紀人壓力有多大 有一個80後女孩考到西埃文念書去很好的學生 然後 然後他 可是他 他就亂交男朋友 然後他到這邊來就憂鬱症 然後就覺得自己沒有自己想的那麼好 他到了很好的學校 可是他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好 就覺得很自卑 然後情緒不能排解 然後到處亂交男朋友 然後時候一陣子就是很狂喜 因為覺得男孩子給他很多的肯定 然後一陣子就很低落 就一下也算沒有 然後又交了好幾個男朋友 生活就開始一趟混混 時間短短短短 早上也起步來晚上也沒辦法睡 然後等到想睡的時候睡不著 好 等到該考試的時候都睡著了 所以整個情況就一番狂 然後他的媽媽不知道他在美國發生什麼事 就打電話來問候他 他每次一看他那個手機響起那個鈴聲一看 媽媽兩個字就在那千萬分之秒之間 立刻想一個借口怎麼樣 讓媽媽覺得他在美國過得很好 一聽到那個鈴那個媽媽兩個字一起來 就開始在想 然後 他媽媽就是很關心孩子啊 說女兒啊 怎麼他們家就一個女兒嘛 然後說媽媽你不要擔心我學也好 媽媽你不要擔心我美國也好 媽媽你不要擔心我美國也好 媽媽你不要擔心我不缺錢 我就可以賺 然後反過來說媽媽 怎麼樣 你看我念完書以後啊 我賺很多錢 我在物質上極大化的滿足 然後說媽你要什麼 你跟我說 我一定給你真的 結果你知道媽媽講什麼 她說 說孩子啊 我什麼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快樂就好 那個孩子的電話那一頭就崩潰了 你知道嗎 因為她什麼都可以給媽媽 她就這個給不了 因為我不快樂啊 然後只好在媽媽面前假裝什麼 很快樂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長輩們 其實人生沒什麼目的 就是希望孩子好 所以你看現在年輕的時代 這個成功齒白的 把自己照顧很好 然後生一點小病 就變成很大的事情 要把自己照顧好 因為這是一件道德責任啊 我要為那些關注我的人好好生活啊 我要感謝那些對我期待的人 我要好好的為他們奉獻我自己啊 結果我照顧我自己 你居然說我自私有沒有這樣 那是不是就很委屈對不對 因為 作為不生子女來說 我照顧我自己 其實不是照顧我自己 是照顧一整個世代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都希望 我好有沒有 那我當然要好 所以情緒當然是壓力很大 然後 所以聽到那個 五月天上說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嗎 我覺得突然間很有感動對不對 所以下一代的 上一代的自我 上一代的大我可以很自私 下一代的自我可以很沉重 那麼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會幫助我們能夠自覺 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會幫助我們能夠自覺 自我是值得關注的事情 你在壓力下的反應 會給你一種很特殊的知識 讓你終於開始有一點明白自己是誰 你一直以為自己很有溫柔很有耐心 等到坦戀來才發現自己脾氣很暴躁 你原來都以為自己很善良 等於坦戀來才發現自己有活自私 有沒有 好 你本來覺得自己很有禮教的 對不對 很有教養 等你開始講孩子的時候 你才發現 你裡面就是野蠻人 就是環境讓你有機會認識自己 這是因為你開始關注自己本身的變化 有兩個男人 第一個男人呢 他去公司上班 竭力的要表現出眾 可是他的功勞被別人拿走 然後別人被我還說他 然後他就滿口氣 然後回到家 他就想說他其實會體諒他 體貼他 主動問候他 幫他把菜做好 把洗澡水給熱好 然後 他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太太已經一整天的怒氣 無法發洩 就等著老公回來 要痛快的發一頓脾氣 結果兩個人走在大門的時候 打開門就碰到了 好 然後結果 這個男人 今天在外面受了很多的文靴進了屋子 就被他的女兒痛慢了 然後他就順路 他順路之下 一拳就打在他老婆頭上 他對自己沒有那麼訣竅 因為他沒有意識到他已經處在很憤怒的狀態下 他當時只想他要看太太服侍他 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會失控 他不是故意的 他太太沒有意識到他自己處在高度的焦慮底下 他覺得都是他老婆頭 他覺得都是他老婆頭 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的狀態其實比我們以為的要糟糕多 另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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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花了三年待起來的人 把他給賣了 出賣了 然後放在公平的審判底下 那個男人 咒詛他 是誣陷咒詛他 判了死刑 要讓他被掛在十字架上 修辱 吐口水在他臉上 拿荊棘插在他的頭裡面 把他鞭打 送上十字架去 那個男人被 被恨他的 在下面咒罵 然後被士兵用釘子 穿過他的手的時候 他說 父啊 聖明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這兩個男人總有這麼大的差別 我從來不像第二個男人 可是因為第二個男人存在 我失去了做第一個男人的理由 因為其實問題不在環境 問題在哪 我需要對自我有足夠的訣竅 如果你把一個皮球跟一個玻璃瓶 拿到七層樓的屋頂上丟下去 結果會發現 皮球彈起來 玻璃瓶不罪了 請問玻璃瓶不罪了是誰的錯 當然是在丟下去的怎麼錯 他幹嘛丟下去有沒有 可是 可是皮球彈起來了 玻璃瓶卻碎了 原因是因為一個是什麼 皮球 另外一個 是玻璃瓶 為什麼在環境的壓力底下 我們的差別這麼大 因為我們本身的狀態不好 反過來 因為如果我今天狀態好的時候 你今天冤枉我搞不好反過來來安慰你 說你是不是最近情緒很差 如果我今天狀態不好的話 你就最小的事情 鞋子沒擺好什麼東西 那個文件忘了加一個副本 我就氣得要死了 因為我本身的狀態不好 因為我本身的狀態不好 認識到自我 自我本身的存在會幫助我們自覺 我們才會懂得停止抱怨環境還有抱怨別人 其實不是別人的問題 因為聖經說你要保守你的心 聖惡保守什麼 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從什麼 從心發出來 所以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自我是什麼 自我是位格的表現 你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那裡是有位格的 位格包含三個元素 不是把它拆解成三個parts 是三個面向的 位格 就像上帝是有位格 God is a person 上帝不是一個物質的 籌下的觀點的存在 上帝是一個person 你可以跟他禱告 他對你有心意 我們作為一個位格的存在 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我們有本性和nature 第二個我們有意志 我們可以做決定 第三個我們有責任 我們可以被賦予責任 我們有責任 自我首先具有本性 每一個自我的本性都不同 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我本來請他說可能我講錯話的時候 再來想說 那每個自我的本性不同 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然後第二個自我具有意志 可以做決定 因為有意志可以做決定 所以人有道德責任 有人問我說 狗有沒有餵狗 狗也有餵狗 狗有沒有本性 有每隻狗的本性還不一樣 狗會不會做決定 會做決定 他決定要聽主人還是不要聽主人 他決定跟別的狗要怎麼樣 他有決定 所以狗能不能被賦予到的責任 可以的 你養過狗的人可以告訴他 這個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 他可以被賦予責任 所以我們作為有位格存在 跟狗有什麼差別對不對 聖經說我們跟動物之大的差別是 我們的位格是比照上帝的位格來創造 我們的責任不是只是動物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要向上帝 我們是按著神的形象受造 所以我們跟這世界不一樣 第三個 每一個自我都要單獨的向創造他的主宰交照 這是位格的概念最重要 就是為什麼要關注自我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一個一個的 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他交照 你不能隱藏在你的父母親的背後 因為他們是基督徒 你不能隱藏在你的國家的領袖的背後 都是他們的父 你不能指責社會 你不能指責貧窮 你不能指責你們學校本身的一些道德瑕疵 你要為你自己的心態和行為 夫妻最後的責任向上帝交照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一個人也都要一個一個單獨的向創造他的主宰交照 這樣說關注自我這麼重要 很重要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對不對 其實人的自我一直都是主動的 人的自我從來沒有保持被動的姿態 你說都不是我的決定嗎 都是爸爸媽媽的決定 但是你選擇順從父母親的決定 也是一個決定有沒有 一個在家裡面做領袖的人 他一向都不做決定 他都不說是也不說錯有沒有 他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那他就沒有做決定對不對 不是 不做決定也是在做決定有沒有 你決定拖對不對 你決定不表態是不是 你決定順應 你決定配合 你決定反抗 你其實你的心裡面一直都在說話 你的心裡面從來沒有停下來不說話 只要你有神明 你的心裡面都有誰 你的心是主動的 是自我主動的決定要如何去回應 周遭的環境 別人還有社會的塑造 其實你一定要負起道德的責任 包含你接受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也是你的決定有沒有 你需要做決定說 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接受它 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決定揚起它 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我並沒有積極的去爭取它 這件事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就放縱自己 就屈從了它 你都要為這些事情 扶上最後的責任 我問你如果家裡暴力 如果父親在家裡面 面對自己的孩子 媽媽不說話 媽媽有沒有責任 又不是媽媽下的手 又不是媽媽做的事情 媽媽有沒有責任 可是媽媽很多 萬一媽媽要反抗的話 家裡那個男人會打他 他決定不要被打 然後接受那個男人 領略另外一個孩子的事實 他要不要負起責任 我們從來沒有辦法 活在一種 能夠說 我不用負起責任的狀態 所以關注自我是很重要 你要知道說 你到底在什麼狀態底下 你在幹嘛 那麼再來 那麼再來 下一點是 人有自我 自我是為格的表現 為格的表現 寫通之一是 他有意志 他會做決定 那是不是表示 人都是自由 不是 人因為有意志 所以必須負起到的責任 但是不等於人有自由 因為人會去做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然後人會沒有力量去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 所以人雖然有意志也要負起到的責任 但是人不一定是自由 所以康德的哲學 最經典的是 你說你能想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這是自由嗎 康德說不是 你能夠想不做什麼 就不做什麼 那個是更高尚的自由 你能夠不看黃碟嗎 如果你沉迷在心裡面 你能夠說我今天不看黃碟 就不看黃碟 我今天想不說黃就不說黃 我今天想要勇敢犧牲自己 我就勇敢犧牲自己 你做得到嗎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本性沒有那麼善良 所以你的意志沒有那麼自由 但是即便你的本性沒那麼善良 你沒有勇氣去做對的事情 你沒有力量去反抗做的事情 你做了這些決定要不要負起到的責任 還是要負起到的責任 你這樣明白嗎 所以問題不是發生在意志上面而已 問題是發生在哪裡 本性 自我為什麼沒有辦法被實現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的本性嘛 90後最懂的一件道理就是 他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 那我們的上一代長輩 就很多人就不懂這個道理 他們只怪別人用權力 然後讓年輕人覺得很霸道 然後因為他們都沒有看到他們自己的問題 那年輕人呢 又天天看的都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就鬱鬱寡歡 然後就很挫折 內心有強大的自我的違和感 覺得我自己看不起自己 然後我覺得很多的羞恥感 怎麼辦呢 聖經說 上帝要改變的是我的本性 然後才是我意志的決定 上帝要先改變我整個人的生命 然後才是帶領我去做正確的決定 耶穌首先說你看喔 一棵好的樹 它會結好果子有沒有 一棵壞的樹 它會結壞果子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好樹還是壞樹呢 從它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樹來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行為重要還是心的本質重要 心的本質重要 所以假設你是一棵蘋果樹 然後你是一棵生病的蘋果樹 然後你已經開始焦黃你的葉子 然後已經開始枯乾淨少水分 然後已經開始沒有營養 那果子要嘛會生出來生出來乾乾別別 你的生命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呢 你說好 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 我把我那些枯的樹枝給摺掉 我把那些乾掉的果子給摘掉 然後我去市場上找一個漂亮的 日本的富士山來的大蘋果有沒有 用一條線跟繩子跟釘子 綁在我的樹枝上面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釘上去 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子就解決問題了對不對 你覺得很方便嗎這個比喻 可是我們天天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沒有去對付我生命本質上的問題 我沒有去對付我的本性 可是我這樣外在的行為上 一直去把好成績拿出來 你知道有些公司報表很漂亮 有些公司的財報很漂亮 人事布局很漂亮 其實整個錯誤的是公司的錯誤 從頭到尾就是錯誤 可是沒有人能挑戰他 為什麼 因為終極的錯誤也不是公司的錯誤 就是那個做決定的那個老闆本身 就是公司最大的錯誤 然後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錢 找consulting company 然後上上下下去做市場調查 然後去訪談他的員工 然後去研究他們的歷史 然後要請 花了一百萬美金 要請一個很精英的consulting company 去說告訴我們公司 到底問題在哪裡 人家都不好意思 問題就是你啊 基本上如果你換了一個人 全部都換了 對不對 基本上問題就是你啊 可是我們會把那些不好的東西把它藏起來 然後把美麗的果子把它擺上去 然後給人一種感覺說 We are not bad at all 這樣子是沒有辦法真正經歷生命的改變 因為你從來沒有去正面的面對你自己 叫做Face Yourself 勇敢地面對你自己 你自己是一個客觀的 不存在的命題 它可以被道德評估 你到底是好的還是壞 你其實可以被評估你是好說還是壞說 你其實可以被評估你是智慧的還是愚昧的 你其實可以被評估就是 You are very mean Not just your works 可以被評估到底現在是好的狀態還是不好的狀態 哪怕你竭力地要避免別人這樣評估 有人要說你的時候你就反彈要死 然後自己又關上門在那邊過度地評估 但是正在創造你的上帝面前 其實你一直都是被評估 上帝建長 自我作為一個客觀的命題的時候 我今晚要分享到第三個重點 自我是客觀存在的 不是虛構的 是真實存在的 因為值得你關注 它像什麼 它像孫空 自我像孫空 自我像孫空 什麼意思呢 孫空原來是山裡的一塊石頭 你們還有聽過孫空的故事對不對 就算每聽過孫空故事也看過大聲歸來 孫空是山裡的一塊石頭 但是它就突然間吸收了天地的精華 就產生了自主的意識有沒有 一顆石頭變成self-conscious 對不對 它有意識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都在討論這個孫空的問題 要討論人工智慧 有沒有 那個Facebook跟Talesa 兩邊在邊 到底人工智慧 會不會產生自主意識 對不對 到底有一天 AI會不會 Wake up 變成友靈的活機器有沒有 好 孫空是山上一塊石頭 他展現了自我意識 接下來孫空 他早期的人生都在幹嘛你知道嗎 他在探索自己 有沒有 看看 他到底可以飛得多快 可以跑得多遠 看看他的分身到底可以變到多少 看看他到底有多少細把 然後搶了那個金箍棒 他在測試他的極限 這個是一個青少年成長的故事 當自我的意識出現的時候 接下來在幹嘛 在不斷的發現自己 發現自己 不是在定義自己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Discover yourself 因為yourself 你的self 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 你一直在發現到的 你是怎麼一回事有的 他值不值得你發現 最後我們到後面 到了下面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 像我現在40歲了 我40歲的時候 我到紐約去帶我的家人 去度了一個假 然後我就花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禱告 然後40歲那一天 我沉澱我做個決定 叫做停止探索 Stop discovering yourself Start accomplishing others 停止探索 成全別人 我40歲的例子是這樣 不過各位 中間有一半的人還沒40歲 繼續探索 很重要的就是 自我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定義它 你只能去發現它 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 你們年輕人 喜不喜歡玩角色扮演的遊戲 馬上Halloween要來的話 就put on costume 這邊變成超級瑪利歐 那邊變成蝙蝠夏人 那 你說我不玩那種 美國人玩 那你在網路上 有沒有玩網路虛擬遊戲 然後選角色 你有沒有開過一個帳號 用不同的真實性別 例如說你是男生 開個帳號被女生 女生 然後用女生的身份 去跟別的女生聊天 怎麼樣聊天我對話是男朋友 哈哈哈哈 不錯吧 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你可以自由的去選擇一個角色對不對 然後去更換一個職業 然後去發展不同的策略 然後去尋求一種遊戲中的世界 一個不同的人生套路對不對 你在遊戲中可以這樣說 那個很好 因為特別你可以換一個角色來重新思考 你其實還是在探索你真實的自己的一個過程 可是如果你到了現實的世界裡面 你還在去玩弄你的identity 就是play around your identities pretend to be someone in that you are not 假裝自己是一個你不是的人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是這樣的話 就不是遊戲的 那個叫什麼 欺騙 我就看著你很愛錢 我就假裝我很有錢 我就假裝我很有錢 到最後其實我是個窮光蛋 我是男朋友的錢 我就假裝我是個學霸 實際上我是個學渣 但是我看上去就是個學霸 think about it 就是現實生活中 如果我玩弄我的自我 然後在微信在facebook 如果我在intergram上面 分享一個形象 跟我現實的形象 非常的不一樣的話 我實際上很憂鬱 但看到去很陽光 我實際上信譽很低 但分享上好像我很好色 很popular 我其實是在engaged deception It's not getting right 因為到人們正在發現的時候 人們已經給你太多 他本來不想給你的東西 那是欺騙對不對 你心裡知道是欺騙 如果別人這樣對你一定受不了 但是想到你自己這樣對別人的話 怎麼辦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 掉到羞恥感的漩威裡 什麼叫shame shame的概念就是 在我內心深處 深深覺得我不配得到我現在的東西 deeply feeling disconnected because I'm worthy of all the blessings I already have 因為人們認為我是這樣 但我自己覺得我不是這樣 然後感謝有個好朋友告訴我 你不要這樣想太風便了 其實你真的是這樣 有沒有 對不對 讓我們鼓起勇氣 繼續活在我們謊言裡面 那些人都是好朋友對不對 為什麼覺得shame 因為我內心深處知道 我下意識在用我自己的辦法 影響別人對我的問題 以至於當有人真心對我好的時候 我也不相信 一個男生還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還一個男生 他們結婚了十幾年 然後那女孩子老是問他 說 你為什麼喜歡我呢 這問題很正常 因為我看就很喜歡 你是因為喜歡我的眼睛嗎 是因為喜歡我的皮膚嗎 是因為喜歡我的笑聲嗎 有沒有 所以那個問題很有意思 那問題非常微妙的地方在於 人家男生原來喜歡的 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有沒有 可是那個問題在問的時候 把那個個體 拆成很多的components 有沒有 然後實際上 底線是在測試男生說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只是 看上我的其中一部分 有沒有 對 男生如果真的掉到那個陷阱 就完了 我可以講 今天晚上 喜歡是個謎 就是 就是喜歡你 其實 當時沒有想這麼多 有沒有 如果今天你想要一個男生 女生在樓下拿著 拿棉花等她 就想說 我就想她那個頭髮 她那個頭髮 她那個頭髮 她那個腳 我們到下一講 講真愛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個 把他拿開 我們內心深處深深的 覺得unworthy 覺得disconnect 以至於 人們真的有一天 對我們好的時候 我們也不相信 因為你 太習慣用自己的方法 去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 所以你老是覺得 如果不是我今天花錢 如果不是因為我今天賺錢 養這個家 你可能是不會尊敬的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 我很慷慨 因為很花錢 你可能是不會對我笑的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 我什麼 不是因為我什麼 你就不會 這種下意識 會在我的心中 hold in us 像幽靈一樣 讓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得到釋放 因為我們自己其實 深深的沉醉在一種 用自己的方法去 贏得別人的接納的方式 聖經要把我們 從這樣子的迷思裡面 拯救出來 聖經說 你是按著神的形象 受造 你的價值是神已經先良好 神良你 比路邊的花 要寶貴太多 比天上的雀鳥 要寶貴太多 你的頭髮什麼都數過了 神給你的價值 是很高貴的價值 但不是無限大的價值 不是把你變成另外一個 希臘的神話 你的God's Goddess 不是 你不是超人 你是凡人 但是你作為一個凡人 是很寶貴的 神眼中的同仁 是我的價值 不應該任由別人 按照他們自私的欲望來決定 不是因為你看到我的身體 有一個great body 所以我在你眼前的身價就抬高了 為了要抬高在你眼前的身價 男人就去練八塊腹肌有沒有 然後女人就去把那個腿把它修瘦一點 當你跳到那個邏輯裡面的時候 你其實是說 我的價值是由別人的視覺的欲望來決定 對不對 換一隻 如果可以由別人的欲望來決定 你就可以用金錢來 來衡量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 你付了價我賣給你 比較文明的方式就是 我出了價改善我自己 然後換得你也是那個肯定 所以我花錢去修 然後我花錢去train 都可以用物質來能量嗎 因為我在那個思維的一開始 已經先把自己 放在別人的欲望底下來很大 聖經沒有允許基督這樣做 聖經說基督很寶貴 第一個他是按著神的形象收照 是神良給他 神magic 第二個 神讓他的兒子為他 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兒子的血為我死 神用他的血已經把我給賣了 我已經屬於他了 我不屬於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地球上沒有 第二個人 有資格為我兩個家庭把我買走 因為其實我已經被買走了 我已經被基督的保許買走了 社會的墮落就是 社會大家都甘心的賤賣自己 讓別人利用他 好讓他賺得了資源可以利用別人 他甘心的讓別人操控他 好讓自己換得了籌碼可以操控別人 社會的墮落就是 社會掉到一個互相利用的關係裡面 以至於自我的存在跟別人的欲望畫上的等號 最後自我變成物質的價碼 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社會 有一首英文流行歌蠻好 叫做Price Tag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Price 有嗎 你有一個Price嗎 為什麼基督教對於西方民主社會最大的貢獻 其實不是一人一票一票一票一職 三權分立的政治系統 那個系統其實很crack 我是選政治專業的 很容易被操控 基督教對於西方民主社會 真正的貢獻不是民主政府 孟德斯就不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西方基督教對於西方民主社會 真正的貢獻是憲法前面第一章叫做人權宣言 聽過嗎 Bills of Rights 每一個人 We hold this 就是我們將這個視為不正自明的 每一個人按著神的形象受造是平等的 那是一個信仰 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信仰 是一個抽象的看不見的東西 是一個宗教來著看不見的東西 他相信每一個人有他該有的位置和價值 不管他將來對社會的生產力跟貢獻到什麼程度 只要他身而為人 哪怕是會出母胎的卑鄙 在宗教的觀點 他都有權力不應該被你的欲望而剝奪 那個是什麼呢 是信仰 自我的價值不被別人的欲望而定義 自我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 因為我們相信自我是上帝創造的 而它的價值跟它的存在必須用客觀的方法去發現它 而不是去定義它 你不能隨便用你的想法來說我是怎麼樣 因為我是怎麼樣 要是客觀的 我必須去discover it 不能因為你認為我是怎麼樣 我就是怎麼樣 There's more 有一些東西是客觀存在的 我必須要發現它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家長在美國的話 美國現在identity這種問題很敏感 對不對 特別是gender identity 還有racial 自我的存在是客觀的 必須用客觀的方法去發現 就像科學或是醫學做研究的時候 它有客觀的真理在那邊 你必須用客觀的方式去發現它 不是能夠透過社會的方式直接去勉強 例如說 身為一個男人 像我吧 我覺得我是一個男人 不是因為社會說我是個男人 所以我就是個男人 這個是現在我們 在政治修辭裡面的一個名詞 而是因為我是個男人 所以社會用男人的眼光去看我 也就是說我是個男人這件事情 有它客觀的存在 不是因為 大家都說我是男人 我也覺得自己是男人 所以我是男人 反過來如果有天我覺得我是男人 大家也覺得我是男人 那我就不是男人 我這樣講你還覺得這樣很像冒犯一些人 反過來我今天是男人 反過來我今天是男人 我就說我是女人 因為我想要自己是女人 而且有些人覺得我很娘娘腔 但是我告訴你你根本不懂男人 是怎麼樣 男人有些東西很男男腔 你就不懂 女人有些東西很陽剛的 都不知道 我看過你們打老鼠那個財人的畫面 我們其實不夠理解到底男人是什麼 但我知道我是男人 如果我今天才十歲的小男孩 我是男生 我要變成男人 我還真不知道男人是什麼 我在discover it 我在發現到底我要變成男人是什麼樣 所以有時候 Rome model Mandering 榜樣是很有幫助的 就像我今天做的基督徒 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不知道基督徒是怎麼一回事 我還沒搞清楚 可我已經失了 所以有人帶著我 有人做榜樣 我跟他們一起禱告 我跟他們一起掙扎 我越來越明白 喔原來基督徒是這樣 原來男人是這樣 原來女人是這樣 其實上帝為我們賦予了客觀的存在 但是我沒有辦法脫離上帝 自己去定義那是什麼 我需要跟上帝有一個緊密的關係 不斷地去追求上帝的旨意的過程 也是在不斷認識我自己的過程 make sense 我再講一次喔 上帝良給我客觀的存在 你會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到底什麼是中國人 這概念你講得清楚嗎 我是個男人 到底什麼是男人 大哉問 有沒有 就像男人沒有自覺 很少問自己的問題 說到底做男人該怎麼做的 所以都是女人 這個男人不像男人有沒有 但是其實我有客觀的答案 但是我需要discovering 除非我今天回到為我設計了這個身份認同的 為我設計了這個自我的創造主面前 去問他說你為什麼這樣造我呢 你到底造我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在尋求認識上帝對我的心意的過程中 也是在認識我自己 make sense 因為我不斷地回到創造我的那一位 做商人的越來越明白自己為什麼是商人 做基督徒商人的越來越明白自己為什麼是基督徒商人 因為他越來越明白 上帝對這些產業和工作 他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他就透過認識神的過程 越來越明白自己 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還沒有搞清楚自己是 什麼一回事的時候 感到有些迷惘 confused 感到有些挫折 frustrated 我求你要有耐心 並且不斷地回到神面前 千萬不要把現實變成虛擬 don't make it a game 沒關係 我就假扮一下我今天就是什麼樣的人 我就這樣子來玩一玩 其實你永遠玩不到實在的 你永遠沒有辦法真正通過一種 pretension pretense的方式 變成你想要變成的人 做不到你會變成非常的扭曲 所以自己心裡面有很多的shame 很多的羞恥感 內心的違和 你沒有辦法 內心有個平衡 除非你真的發現你自己原來是誰 而你需要透過去認識上帝 才能夠發現到他藏人的心理 所以基督徒的命題是這樣 人的自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創造的 因此認識上帝必然跟認識自我 是成為螺旋性的成長的關係 就是我越認識自己 後來就越認識上帝 我越認識上帝 就越認識自己 後來又越認識上帝 以至於我對自己的認識 和對上帝的認識 都一直像螺旋性的關係 一直往前成長 聖經 聖靈的末世 是給我們 把神對我們的心意 按照我們能知道 講得非常的清楚 沒有模糊 它只有我們信仰的基石 讓我們整個人安定的 往一個清楚有意義的方向去成長 聖經說 人值得被愛 神愛誓 甚至將他的獨生誓給他 你說 這麼簡單的問題還要問嗎 人值得被愛嗎 大災魂 你有辦法回答嗎 人值得被愛嗎 是什麼樣的東西 讓人對於人性本身充滿了 沒有節制的熱情 就是不斷地去探索他 要認識他 要發掘他 要同仰他 我們對於人性的熱情 從來 從創造人性的上面 因為上帝選擇了愛 按他神像造的人 我們就值得 為著上帝的遠骨去愛 按著神像受造的人性 聖經說 聖經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 什麼 新造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聖經說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 我覺得這句話很雕詭 很有意思 你稍微 用邏輯分析一下 到底自我是被建立還是被摧毀 我再講一次 你用邏輯分析一下 這段語言 到底自我是被建立還是被摧毀 他說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看上去是被摧毀的對不對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有沒有 好像是被成全了有沒有 到底自我是被摧毀了 還是被成全了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 他說有兩個自我 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是 我天然的自我 一個是另外一個自我 另外一個位置 叫做基督有沒有 只有基督 那人居居不好 只有自我 黃望無恥敗壞 兩個放在一起啊 兩個放在一起 叫做基督住在我的裡面有沒有 我住在基督的裡面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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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什麼 新造的人 就是以過都變成新的 神創造了 陸尊恩 有位格的自我 他要陸尊恩為著 比陸尊恩更偉大的事物 就是為著創造陸尊恩的上帝活著 神自己的位格 要住在人的位格的裡面 基督要住在我的裡面 唯有這樣 神才會摧毀罪 我天然的敗壞 撒謊 貪心 鬼詐 所有 我自己都瞧不起得罪上帝的事情 只有當基督住在我的裡面的時候 他會被摧毀 就是以過都變成新的了 而也只有當自我 原來受造的尊恩 自我開始尋求這一位上帝的榮耀 自我才真正的被實現 我因為接受了基督 一個男人開始立定心智 用信心倚靠上帝的恩典 要追求自己更像他的主耶穌的時候 他才變成一個真正的男人 一個女人 當他決定用信心倚靠上帝的恩典 追求更像那位愛他的主耶穌的時候 他才變成真正的女人 聖經說 如今我成了何等 是因基督的恩才造成 其實這個世界怎麼樣用什麼標籤來看我 不是太重要 其實是男人是女人 這個區別是存在的 但是它不是最終極重要的東西 最終極重要的東西是 我成為像他兒子耶穌基督的樣式 我如今成了何等 是因基督的恩典才造成 最後 人必須有真實的信仰 才能客觀的不斷認識自我 我們剛剛說自我是客觀存在的東西 他應該被發現 這個命題是基督教士 如果你不是基督族 你會覺得這個命題有吸引力 但是你無法證成他 自我是客觀存在 當被發現 因為我必須大部分的承認 這是信仰 就像很多人 你相信存在的人 就說你相信真愛存在 很多人相信真愛存在 你沒辦法證成他 除非你有個基督教的命題 相信神是愛 他無條件的真實的 去愛他神像造的人 人與人之間要操作真愛的時候 你有那個夢 但你無法證成他 如果你今天眼睛看著這個現實的世界 充滿了互相利用之死鬼詐 根本就沒有愛 所有的愛最後都是算盡 都算盡完了 但是當你定睛在神的兒子耶穌神上前 你就看到上帝的愛是顯靈在他兒子耶穌的裡 愛是存在的 以至於你後來可以把愛分享給其他的人 換言之信仰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去支撐你的一些人生的基本命題 宇宙的本體我相信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衛格 應當是有衛格的上帝 而不是沒有衛格的物質 我剛剛前面說 從神的創造來論證衛格的存在 我明白認識自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怎麼正成我這個命題 我正成的方式是我相信宇宙有一位有衛格的上帝 然後他有意志他有本性 他的本性是聖結的 他的法則是公義的 他的行動是慈愛的 他按著他的信仰創造的 我是從有衛格的上帝來證成 我是有衛格按著神像受到的人 換言之我有信仰 我的信仰支撐了我的結論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信仰 如果我今天不承認宇宙有一位有衛格的上帝 而是一個虛妙的沒有衛格的犯行的存在 或者是沒有衛格的物質的存在 如果我是有這樣子的信仰化 我連我自己的衛格的存在都會打上訪號 對不對 它一定是一個套套邏輯 當你回到本體跟終極的問題 一定是一個自我指涉的邏輯 我信上帝 上帝的概念又支撐了我的存在 我又相信了上帝 這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你只有別的選擇 就是沒有上帝的存在 所以我對自己也懷疑 所以我對上帝也懷疑 我對自己也懷疑 這個是沒有辦法逃脫的思路 我尊敬有信仰 我相信宇宙的本體應該是有衛格的上帝 因為我相信我的衛格存在 宇宙的本體應該是比我的衛格存在更大的衛格 換言之我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因為我存在 反過來 我可能因為覺得宇宙可能沒有上帝存在 可能沒有因為有衛格的上帝 結果反過來我連我自己的存在都要打上訪號 對不對 最後我知道這個結論 因為我現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存在叫我思過在 我尊敬有信仰的人 無神論是一種信仰 所以我尊敬無神論者 但是我不是無神論者 因為無神論摧毀了靈魂 所謂自我 作為一個哲學命題 自我 只剩下生存的意志 無神論的信仰不容易去尊敬 生命 以及每一個自我 有相懂 有平等存在的價值 如果 如果你把無神論 視為一個 嚴肅的信仰 像道經思量 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一個宗教教 他相信 無神論是一個真實的信仰 而不是像中國 百分之六十九的人 宣稱自己是無神論 其實根本就沒有信仰 那麼他產生的問題是 你無法證成為死亡 每一個生命 當被平等的部分 我也尊敬犯神論者 他們很關注自我和環境 與天地萬物的關係 我們這邊 把養工作坊講到 講講講 莊子回看題目就很有興趣 莊子也算是一個 拜訪犯神論者 用西方哲學來經營 犯神論法 自己的位格跟宇宙想像的位格 但是不要有上帝 你的宇宙有個位格 看起來是一回事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母體的位格 的一部分 像一個巨大的細胞的一個速度 這樣子找出來 那現在的話 在美國你的 清洗世代的美國同仁 很多是搞環境保護主義的 我很支持環保 但是現在的環保主義 蒋蓋啊 地球五星 也是犯想的 就是整個地球是一個靈魂 但是我們不是犯神論 因為犯神論摧毀了 個人的意識 所以每一個個人 每一個個人 而不是個人跟群體 就是群體 別的個人都不見了 每一個個人的意識被摧毀 自我變得要嘛是很虛無 個人根本不重要 融化在泥土跟灰塵 就一樣 反正 灰塵的背後是一個靈魂 或者變成 像莊子那樣 無限的龐大 變成超凡入身 變成超人 變成神人 變成聖人 難以建構正常的社會秩序 當你要建構社會秩序 我承認自己比較不尊敬 沒有信仰的人 但是我不能放縱我自己不尊敬他們 因為聖經說我們要尊敬每一個人 因為他們也是按著神的形象受造 但是我的確觀察到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仰 他很容易進入自我的混亂狀 黃帝問和尚 黃帝帶和尚去看海 然後問和尚說 和尚 海面上有多少艘船啊 他說平身看到兩艘船 怎麼是這樣呢 他說一約真名 一約真理 整個社會 如果沒有信仰的話就兩艘船 一個真名 一個真理 卻失去自我的本性 人得到了錢 失去了他本來的本性 人得到了能力 完全忘記了自己 自我的價值對君主來說 根基於人生按著神的形象受造的信仰 是看不見的信仰在管理看得見的不值 是屬天的屬靈的事情在指導屬地的屬血氣的事情 當你有信仰的時候 你會思維比眼前還要更宏觀的東西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我們在開玩笑 說一個台灣人跟一個瑞士人一起到中國去開工地 然後台灣人想的是五千萬 那個瑞士人想的是五百萬 就有差別了 我自己是台灣人我就罵自己台灣人 你們就不要罵台灣人 好 謝謝 然後 因為沒有信仰 當你有信仰的時候 我想你不會擔心人工智能 在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會不會取代人類的百分之五十的工作 你們有沒有去聽李開副的演講 然後你們在信仰的很多工作都會丟飯碗 首先我們有個童工是在intuit 做那個服務者介面 搞面子跟Turbo tax 你知道嗎 我就發現那個Turbo 就是那個報稅軟體 我就發現這樣方便 因為我我很堅 我就不願意用那東西 我連續五年都自己報稅 然後被稅務局罰了我兩個次說我誤報 其實我很用心的報 但我就是搞不去我的東西 還說我少交 後來我到第五年 終於跟不下去了 我就用那個軟體就報了 只花了我十分鐘 然後就噗 報完了 結果發現聯邦政府要推出了五千塊錢 然後我只付他四十九塊美金 我退了五千塊錢 我就想說完了 基礎會計師全部都該失業了 什麼什麼Advisor Inc.全部都要失業了 就被那個軟體一下打敗 所以都是 因為知識經濟呢 拿了博士學位在辦公室一個SELL 我見面在電腦前面打工的 在知識經濟的結構底下叫做勞動階層 你知道嗎 叫勞動階層 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階層 因為知識經濟嘛 主要生產的東西就是知識 就是你那個Excel的那些報表的那些東西 其實是勞動階層 最容易被取代的就是勞動階層 因為科技一進步改變生產方式 勞動階層都被取代 沒有到知識打的都是會計師 其實華爾街的那個股票交易員 都已經砍掉了 都到八九成都已經沒有了 現在都用電腦交易 這樣不需要電話交易 那如果你有信仰的話 你會不會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和取代工作 首先客觀地想 人類的文明其實一直都在改變生產方式 從農耕社會變成了工業社會 又變成了資訊社會 請問人的工作是變多還是變少 有沒有 改變生產方式之後 人的工作應該要變少是不是 人的對望是一個宇宙無情 人永遠會把自己忙死 Don't worry about that 肯定後來叫來有些一大集工作 只會更忙 絕對不會更精神 大家都壓力更大 絕對不會因為機器人來了 就大家都開始放輕鬆了 Don't think about it 真正的問題是社會在變遷 社會變遷的時候 社會會不會停下腳步 在快速變遷的時候 去連續照顧那些都不上的人 中國城市發展起來 原來的農民都變成了民工 那農民想繼續過農民的日子可以嗎 不行 因為物價膨脹起來 跟城市一起起來 他在鄉下賺的錢 沒辦法養家 他只好到城市裡面工作 社會一旦變遷 他在社會面前是追著風味的 他就會先被犧牲掉 問題不在於科技怎麼樣改變了社會的生產方式 問題在於社會本身有沒有信仰 所以我們在改變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問題在這裡 問題在這裡 當教會或團契看到好的事情要做改革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明明是對著決定還要做得那麼溫柔呢 有些人腦袋就轉得過來 你還是要愛他以來 有些人就是要花多一點時間 所以不要急躁 為什麼你不急躁呢 因為有信仰 你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 上帝的如要 人的尊嚴 彼此相愛 基督的福音 我們今天不管非贏辦的 是不是辦的最精彩 我們的同工團隊要彼此相愛 我們打完仗了以後 我們都成長 這件事情其實 比所有看到的成績還要有重要的 我們不擔心 我個人不擔心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一個學生 我個人不擔心 人工智慧會讓人類失去工作 我更擔心的是社會的動盪 因為這個社會沒有信仰 我更盼望的是 基督徒在快速劇烈變遷的世界 發光作業 讓這個世界仍然在不同的處境下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神所賦予的尊嚴 最後 基督徒為什麼追求教育 為什麼搞好家庭 為什麼認真工作 為什麼追求財富節省下來 把財富放在好的地方 為什麼教育人 因為有信仰 信仰改變了 究竟對於財幹貢獻和偉大的理解 我們不只是為了生存舒適控制 我們是為了認識神 我認真的教育孩子 我也在學習做父母 為了跟我的孩子一起認識神 我把工作做好 為了要認識上帝所創造的這個影述 太驚奇了 我在工作過程中我發現我可以經歷到他 神告訴我們說 他創造我們是有能力的 當我們願意抬起頭敬拜他 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他 用我們的禱告和敬虔 在神的話裡面反覆思想 尋求他的旨意的時候 我相信最後的結局是 我們越來越認識我們自己 我們也越來越認識我們的上人 我們起來做個結束的討論 我們起來做個結束的討論 今天晚上我希望你們能夠帶著我的信息 但我想這樣邀請你這樣禱告 聖經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的話 如果你還不是基督徒 我想跟你分享基督徒的十罪關 鼓勵你跟著我們一起學習去跟這位有一個上的禱告 你可以閉上你的眼睛 表示你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 看得見的東西就不是信仰 看不見的是信仰 你用信心所以你閉上你的眼睛 你低下頭 因為你謙卑下來 信仰一定比你個人的存在更大 上帝大過我 所以我在他面前低下頭 然後我會把我的手握起來 因為當我尋求他的時候 不是靠我的努力 不是靠我的才幹 不是靠我的奮鬥 是靠著他的恩典 我要來認識他 所以我閉上眼睛閉下頭 握起手的時候 我的心像孩子一般 像剛出生的嬰孩 在很本能的在哭海一樣 我說親愛的天父 我心裡面有個像孩子般的聲音 親愛的天父 我需要你 我渴望認識你 我想你應該是存在的 你用你某種方式在我心裡面 讓我知道你存在 你呼喚我 要我來跟你建立位格與位格 生命與生命 你與我之間真實而可靠的關係 求你教導我怎樣禱告 求你帶領我來認識你 因為我發現我不認識我自己 因為我發現我有很多的困擾 很多的情緒 很多的錯誤和失敗 是因為我真的是不認識我自己 但是我發現我需要抬起頭去尋求你 當我尋求你的時候 我才真正的明白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裡 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內心有很多的掙扎 有很多不好的想法 拜壞的本性 需要你讓你的兒子耶穌 住在我的心裡 使我的罪可以被赦免 使我裡面有新的生命 不是從我天然的本性來的 是從你而來的 因為你應許了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 救世已過 都變成新的 我今天晚上想要邀請你 在心裡面 默默地跟這位神祷告 你不用告訴我們 因為上帝知道你是不是真實的 在跟他道道 如果你已經是基督 但是你過去 最近這些日子 你知道你遠遠的上帝 你知道你愛這個世界 愛那些繁華 愛那些掌聲 愛那些錢 愛那些上帝所創造 是很好的東西 是你可以擁有的東西 可是你卻為了他們的遠遠上 那麼我想邀請你在神面前 用很真實的信心 閉上的眼睛 用信心握起你的手 不是靠你的努力 在你內心深處 像孩子般很單純 來向天父說 天父啊 失眠我 而遠遠離 我要回到你的身旁 好像我剛出新的時候 那樣單純地來尋求你 我現在邀請你 用你的內心 有個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默默地禱告 然後我會為大家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然後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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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謝謝大家 為我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我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然後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然後我會做一個結束的禱告 我现在要来做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用你的心加入 亲爱的天父 我愿意再一次靠你儿子耶稣的名 来寻求你 因为我是按照你的形象被创造的 我内心深处是无法忘记 也无法永远地离开你 你呼唤了我 我要来寻求你 你按照我的名字呼唤我 我是你的 我要来寻找你 我要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证号 承认我依靠自己的办法 去赚我自己要的东西 这样子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却发现我的名字 我没有再用信心积蓄的以后能念 我变成跟这个世界一样 顺从这个世界的欲望 把自己卖了又去买别人 恬求天父你胜利 当我知道这个世界 他每一个人也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 他们应当来认识你 不是为着满足我的欲望和存在 我也不是为着满足别人的欲望和存在 我们都是为着荣耀你的欲望和存在 因此求你令我们的心灰盖 帮助我们可以回头去依靠主耶稣 因为你爱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 为我们的罪死在神家上 要叫我们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的 依靠你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给你和好 因为你乐意借着你儿子耶稣 在神字架上所流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过分 你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你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这肉身活着 是因信你的儿子耶稣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因此我要用信心再一次 回到你面前 天父我的信心很微弱很小 求你加征我的信心 让我闭上眼的时候 我看见你一直都在 你并没有离开 让我看见的本性是圣洁的 我为何心里面有些谎言 以为你不看见 其实你是圣洁的 并且知道你要救我 你是公义的 并且执爱的 你要让我更像 你儿子耶稣的样式 你要我永远地 同住 你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要住在你的里面 因此 求你今天听我的祷告 让我今天在这山上 在这美丽的树林里 在心楼下 在篝火旁 让我再一次 眺望我要寻求你的心智 跟着你所赐给我 美好的弟兄姐妹一起 用你所赐下的歌 按着你儿子耶稣的名 在我们的团契分享中 再一次寻求你的面 你说我们若寻找 就必寻见 后门就必给他开门 感谢你 我们将今晚 跟未来的两天的委会 功功尽尽的 都交在你面前 求你随自己的心力 来祝福塑造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一面 我们将祷告 侍奉你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路程道给我们很精彩的信息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有很多感想和感触 我们也鼓励大家 支持我们的感想